接下来呢 我们这一位就是心血管内科医生姚帅 他呢利用下班的业余时间 三年给病人拍了一万多张黑白照片 很美啊 拍得很美 因为这个事上了央视新闻很有意义 当然啊 也可以想象啊 有个别的病人很紧张 说这个姚医生啊 你就是你拍这个真的就是为了艺术是吧 咱保证一点实用价值都没有啊 让我们有请人在医院的摄影师姚帅 大家好 我是姚帅 刚才李旦开我玩笑 说我给病人拍黑白照片不怎么吉利 这呢纯属是一种摄影风格 我们医生啊 是相信科学的 黑白照片真的那么可怕 那以后李旦如果拖着病痒痒的身体 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 我就不给他开药了 直接拍一张彩色照片 他的面色很长白 但是照片很鲜艳啊 在我看来啊 还是你们这个行业比较吓人 我是一个研究心梗 脑梗的医生 而在你们这个行业呢 把搞笑啊 叫做梗 把现场效果好 叫做爆 听你们后台聊天都吓人 哎 你这段子有点老啊 咱们脑爆一点心梗 听完这个我能说什么 我给你们拍张黑白照片吧 创作行业啊 它确实是一个高危行业 在你们来找我之前 我觉得我还是先来找你们吧 最近几年啊 心血管疾病 年轻化的趋势啊 确实是越来越严重了啊 根据华东六省的数据呢 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高血压发病率啊 已经到了百分之九点八 这在以前啊 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得的病啊 到现在二十几岁就能得了 这都是大家辛辛苦苦奋斗出来的嘛 只不过呢 奋斗的成果是老板的 后果是自己的 不过啊 大家也不要过分担心 可以根据标准的做一个心血管疾病 风险的自我判断 满分十分 首先 年龄大 有家族病史啊 男性 先加上三分 然后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抽烟 酗酒 肥胖 还熬夜 加上七分 我剩下了 前三分呢 是天注定 后七分呢 是靠打拼的 所以 爱拼不一定会赢的 有可能会死哦 尤其是熬夜啊 是最近几年年轻人最大的健康杀手 有些年轻人很担心 去查熬夜的危害 他熬夜去查 还咨询我说 哎 姚医生 我这样会不会死 我那样会不会死 他一直追问的样子 好像是 他今天一定要找到个方法似的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啊 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熬夜 就保持一个固定的生活节奏 因为医学研究表明呢 不停地更换生活节奏啊 危害反而更大 所以你啊 做不到早睡早起 那就有规律地晚睡晚起 这不算熬夜 但是算矿工 数据统计呢 80%的猝死啊 是心圆性的 当然 想要让心脏变得健康 也是有方法的哦 那就是要锻炼他的弹性 让他保持一张一匙 比如你工作的时候摸摸鱼 心脏很放松的 女徒一看 老板就站在后面 哦 心脏瞬间紧绷 这就叫一张一匙嘛 说回来啊 员工呢 可以偶尔摸摸鱼 老板也可以偶尔上上班 一张一匙嘛 不能老是松直 这都是为了老板身体好耶 对吧 偶尔摸摸鱼啊 还是有必要的 因为心理出现了问题 是会反映在生理上的 比如 从心理学上讲啊 职场上的人呢 是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的 A型人格 他进取心强 爱急躁 偏暴躁 这种人啊 容易得惯心病 那C型人格的人呢 他逆来顺受 逃避竞争 偏抑郁 这种人啊 容易得癌症 那说到这里 有人会问了 那B型人格的人去哪了 哎 B型人格 与世无争 比较松散 这种人早就离开职场 灵活就业去了 如果非要说容易得什么病 可能是穷病 职场啊 已经都这么难了 但有些事情上 老板就不要再为难员工了嘛 比如现在啊 请个病假 还要走OA 流程太复杂了 问的问题啊 比我们医生问的都详细 这么复杂的流程 人家都愿意去请病假 你就相信人家吧 他可能是真的有病 好不容易批到了啊 你就给人家批半天 什么病半天能治好 你这样搞得我们医生都措手不及嘛 其实啊 医生呢 也是猝死的高危职业 三餐和睡眠不规律 高强度的工作 还要经常熬夜加班 时间长了 身体也是会出现问题的 但为什么我还要选择加班呢 因为 只要我还在医院 就一定能得到最及时的治疗 看到同事们啊 如此投入的去工作 如此忙碌的身影 加班加顶 我的心里可踏实了 Doctor help doctor 最后 我想说 大家的健康 我们来守护 也希望大家要保持好自己的健康 你们少生病 我们少加班 这也是守护 我们的健康 谢谢大家 我是小帅 谢谢姚医生 你是不是应该去那边啊 医生 做手术的时候说 走错了 好吓人 刚刚最恐怖的是 说到三分七分的时候 一直看着我们酗酒 肥胖 说我俩 但是我听到后面 还是很欣慰的 姚医生说 只要保持这个 有节奏 规律 不要轻易改变 就好了嘛 对吧 每天都是 按时地服用一些酒精 身体应该还是可以 不能轻易地改变 不能因为今天不想喝就不喝了 接下来